大家好 今天是1月6号 星期三股市在早上 曾经有一点点的反复 其实也很正常 经过了五天的算升之后 总会有一点点的回调的压力的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恒生指数先低开36点到27631点 之后有一点估讶出来 指数曾经一度是低见27389点 等于说在几分钟指数是回调260点 可是惠宏慢慢有一点点的买盘出现 而其他的那个南筹也稍微有一点点的移动 稍微轻轻的做好 变成指数是一步一步的好像是回稳 而到下午曾经一度是高见27756点 等于说这一分钟是倒升107点 不过当然上升的那个部分还是比较慢 现在看一看 今天来说指数曾经在创了这个月的高位 那等于说直到目前为止 一月份只过了三个交易天 当然现在是三点半 等一下有什么变化暂时还不知道 可是直到目前节运分钟为止 走势还是先低而后高 指数是从一号的低位27079点上升到 今天暂时的高位270756点 等于说这个月的波幅暂时来说有677点 还是哪一句 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应该在三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还有677点的波幅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那等于说只要先低后高不变的话 恒生指数还是会进一步往下寻找这个月的高位 还有一点大家有留意 星期一的成交是1826亿 而昨天是2150亿 等于说股市的成交是不断的增加 由于成交金也是走在指数的前头 那变成了更高的指数应该还是在后面 现在看起来再往上看的第一个目标 当然是去年2月17号的高位28,055点 可是要是说这个月先低后高不变 而整个月的波幅要2000多点的话 那好了指数真的是有机会进一步挑战去年全年的高位 就是去年1月20号的29174点 我们再看看股份方面的表现 全新走势真的还是比较偏强的 股价已经退到六八块钱左右的水平 京东也不错的 京东真的是不错的 差一点点已经可以上破上一次的高位 我记得还是368块2毛左右的水平吧 其他上美团点评走势还是不错的 另外阿里巴巴可能还是比较有一点点的反复 可是整体来说已经慢慢摆脱了最坏的时间 其他难筹再看看汇宏 今天轻轻地往上市到41块多 那等于说暂时来说要是汇宏能够第一步往上推的话 左利还是在44块钱 这个是早前的高位 其他相关交易所已经创了一个上市之后的新高 邮邦当然是创了新高之后是有一点点消化 其实这个很正常 平保也是在90多块钱以上的整股 那等于说只要主要难筹 相对走势还是比较稳定的话 股市就算是有一点点的整股回调 幅度也不会太大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成交经验 要是能够维持在两千多亿以上的话 那等于说股市的动力不退 当然更高指数一定是在后面 还有其他的个别的难筹 像那个91的中移动 经过昨天的大幅度的反弹之后 今天好像是有一点点整股 可是整体来说还是在45、46块钱左右水平 在进行一个涨股之中 我总是觉得中移动 中电信跟人通最坏的时间 其实应该是过去的 好了下回分析就说到这里